來到現在有很多人都追求輕量化 有很多不同的車手為了令到一部單車更加輕 會花費很多不同的金錢在某些地方 例如輕量化座管 而今天就想和大家看看一些鈦合金的零件 令到一部車可以再輕到多少呢 鈦合金的零件在單車這一部其實都挺貴的 又是否是智商稅呢 真的輕到很多 我今天主要和大家看的就是WAHOO的腳踏 WAHOO的腳踏它的改裝性是比較高的 你可以看到它所有銀色的地方都是可以換的 除了黑色中間之外 而今天我想換的就是換了它所有可以換的地方 就看看可以輕到多少 我是用鈦合金的一條軸 所以就輕了一點 192g 對了192g 稍後我就會將它的軸心換掉 換成這隻軸心 這隻是再輕多一點 我想可能幾g 不是位差很遠的 然後這個就是搭片的套裝 就是更換它表面上的這個搭片 我就選了黑色的 如果說最出名的那一隻單車鈦合金螺絲 改裝升級的那些零件 就是S字頭有一個品牌 比較出名的那個 這個就不是來的 這個是C字頭來的 不過最擔心的反而不是它夠不夠輕 而是它的質量好不好呢 會不會踩爆呢 那拆完出來就這樣的 這樣就要450元了 對了它也有一個袋子裝著 其實也蠻好 最重要的是它裡面的東西是齊的 就OK了 好了那首先呢 就換這一對的 我是想 那我本身呢 這一支是原裝來的 我就放下原裝的最低級 WAHOO的軸心幾重 112.2g的 112.2g 然後鈦合金的軸心 71.3g的 非常輕 WAHOO 擦它這個軸心的螺絲要好小心 如果你撕力的時候 撕錯了 是有機會扭斷 那這個是原裝 完全原裝 沒有改任何東西 放下看看有幾重 58.8g的 好啦 雪柚啊 一會兒放進去的時候 塗一塗雪柚 好 搞定 好啦 那我就拆光了 現在它的本體就是這樣的 真的黑色的一塊膠 放下幾重 如果是這樣的話 26.8g其實很輕 其實它有很多不同顏色可以選擇的 那我就 一是銀色 一是就想選黑色 然後裝上它都是這樣扣的 都要用點力 首先把那四塊東西都 放在這裡 然後呢 將它這個 桶 捅回去 等一下 這個應該是這樣的 應該是這樣的 吊回住 哇 適合了 就跟它的扭力扭下去 希望不要斷 聽聞太合金螺絲 其實那個扭力一超出了 就很容易斷 一斷了 就恭喜了 搭板的本體就變成這樣 40.5g 好像剛才是58g 是嗎 我不是記錯了 如果兩邊合起來 就輕到接近40g 兩邊合起來 接近40g 在扭力值那裡 我就扭到去4 我上網看說要扭到去5 但扭到去4已經很緊 好了到這一隻了 唉 唉 都挺緊 好 搞定 又拿去清一下結 看到它有些瘦質的 看到嗎 很明顯 它本身是原裝的那些 有一點生瘦 好了做了一點點的清潔 其實它那些瘦質我懷疑是鞋馬那裡來的 鞋馬底那裡是鐵泥的 有時下雨 然後又上柱這樣踩 它慢慢生瘦 所以滑板它有一個 一開始做宣傳的時候就說 跟舊款很不同的 你一買回來就什麼都不用搞它 安裝完就可以直接用了 什麼都不用你不需要保養 但其實不是的 是會生瘦的 如果進了水的話 是需要保養的 好 最後一支工序 先套這個下去 哎呀 這樣就 看看怎樣放會漂亮一點 都好像跟回這樣會好一點 搞哪一支 我發現是轉不了下去 有一點懷疑對面那個螺紋有什麼 一月又轉到了 那麼奇怪 看這邊先 不知道做什麼 剛剛呢 我把螺絲轉下去 為什麼轉不了下去呢 轉極都好像轉空 這樣 現在軸心又再放一下 我本身用開這一支 74.7的 之後再放一下 新的這個是 71.4 所以其實都沒什麼分別 其實如果你有槍的話 可以直接擠下去 嘩 好像有點多 差不多了 重量是 152.4g 如果只是一樣的軸心 現在一樣都是太合金的軸心 但是我這支有換過本體的零件 這個沒有的 沒有的這個是191 這一個是152 如果說完全什麼都不換 都是用這個原裝的軸心 我記得是200多g 我之前有磅過 要看 之後就會試一下它 看看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希望不要踩爆 還有太合金用在腳踏這個位置 我不知道它能不能保持住 經常有上落又脫落 扣來扣去 不知道會不會被斑了一塊 那就真的要試一排 才會知道 暫時裝上去 沒什麼問題 很順利就裝上去 有點像OREO 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中間是白色 就是OREO 今天就跟大家去看看重量有什麼變化 在腳踏那裡花費了差不多1000元 我就可以換到這個150g左右的一個腳踏 今天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跟大家試一下升級改裝一下腳踏 玩一下腳踏 看看下一次有什麼東西跟大家玩一下 就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買了嗎 請電視 我們下次賺到大家 可以嗎? 看摩 Mama 不要 讓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